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提过hooligan这个字 今次想起who 就顺便说了几个who的字 什么字来的呢? 有这两个很奇怪 whoi, whoha,是什么字来的吗? 等于我们中文也会说 他提提腾腾 什么叫提提腾腾呢? 我们自己的口语 但是写得比较难 他们的发音 因为英文只有26个字母 这类的发音 如 啰啰嗦嗦 我们中文一样写得出来 但是其他 譬如 提腾 还有我想想 一时间想不到 不要紧 即是基里咕噜 基里咕噜也可以写 是用来形容的 一些用声音来形容 一些事发的场面 我们也学习它 不差再 上星期说的hooligan 就是足球比赛当中 骚乱的球迷 不只是说球迷 总之是胡乱生事的人 是很讨厌的 hooligan之外 hooligan之外 hooligan也是同类的 生事的 在一个场面当中 譬如是足球 或者是嘉年华 或者是一个示威的场面 就演变成为骚乱 当中参与的人 很容易就会被人叫做hooligans 和hoodlums 因为你会烧车胎 或者是抢掠71便利店 你做了坏事 那些抢掠者也都叫做lutus 这个是抑探外话 lutus to loot a supermarket to loot a store 去抢掠一间铺 这些人叫做lutus 亦都是hooligans 亦都是hoodlums Hooi和呼哈 真的是发音的字 Hooi就是垃圾 废话 It's a load of crap 我们说过废物 这件事 垃圾 除了crab rubbish garbage 那类的字之外 这个发音 Hooi 但是 Hooi 纯粹应该是说话 你不会指着这个 这个就说 This is a hooi 不是这么说 是胡吹大气 中文最好的翻译 一般来说 不是个个都对 就是胡吹 打执来写中文 胡吹大气 Hooi 人家说了一大堆东西 好像很大的愿景 很厉害 你说 What a lot of hui What a load of hui 都得 胡吹大气 是说话上的废话 垃圾 Hoo Hoo 就是 你想想想 Hoo Hoo 是很吵吵吵吵 即是很刑吴 廣东话 很刑吴 搞到 刑吴两个字 你实时问我都不知道怎么写 是这样来形容的 就说 有些东西 譬如有张相 就 饮招 即是一些 比较 构图奇怪的相 That picture That photo Cost a lot of hui Hoo 这个Hoo Hoo 很兴陷 中文兴陷 没有什么特别的正面 或者负面意思 英文是有的 是炒闹之余 大炒大闹之余 是有些小题大作 你譬如说 那个特首 无端端在议会那里骂人 然后 懒引起很多热烈的讨论 懒吵吵的场面 He unnecessarily Cost a lot of Hoo Hoo 那不需要我读 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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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地读就可以了 Hoo Hoo Bye 掰掰